台中月比名店 門口一早 湧現長長人籠 無六十位民眾或坐或站 在現場等待 被軍機害了 他說你以前起床 叫我以前來台 店家九點才開 民眾提前兩三個小時就來等 我七點四十 從台北來了 從台北下來了 我們就更早出門了 對 這家好吃 買二十幾年了 買二十幾年了 對 因為他有做出口碑 距離中秋節還有一個多禮拜 但各地的蛋黃素排隊潮 早已展開 之前是有人送我吃 那我覺得 即使他的口感不俗 就是比較大廠牌的 真正去看說為什麼這麼好吃 然後就說原來他們是那個 之前講濃厚的藝術出來做的 多數店家網路訂單 以全滿只能現場排隊 彰化這間黑手排蛋黃素 竟有顧客因為買不到 爆發爭吵 就是我也會和人家吵架 你買不到的東西 你就會一直想要 希望能夠到手 當時一名男子打電話說 要預訂蛋黃素 店員告知他已經滿單 但對方不聽 直接殺到店內 和提早預訂的顧客 搶最後兩盒 誰也不讓誰抄的 不可開交 跟他講說這兩盒是人家 有預訂的 我們就把這兩盒先給他 我明天再補你 他也不要 雖然最後和平解決 但為了搶蛋黃素 爆口角也算另類 蛋黃素之亂 這次陳正偉 從文章景城 SNG小組台中彰化 採訪報導 出門在外急著上廁所 但裡面的公廁坐墊 一時市井恐怕有菜花病毒 你知道九成的公廁 會有菜花病毒嗎 真的假的啊 為什麼啊 因為菜花病毒是接觸傳染 所以在經由公廁的接觸上 就可能像這樣子 就講菜花 上公廁只要是坐式馬桶 屁股難免得碰到 只要皮膚一接觸 就有可能感染 但不一定長出菜花 感染率一定沒有那麼高 這是運氣問題的確可能 馬桶蓋我們接觸的地方是大腿 大腿上的菜花真的還蠻少見 很多病毒油 不是長在私密處 反而是長在手 腳 我們摸門拔 摸拔手啊 菜花要怎麼分辨 像是病毒油 可能長在手部 臉部和腳部等 類似像雞眼 表面皮膚紋路會中斷 而長在私密處的病毒油 就叫菜花 常見機關狀 殉狀 比其他部位的油大非常多 放任不管還可能越長越大 傳染到更多部位 上公車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建議可以用酒精去 把它擦一擦 得到的機率就非常非常的低 用水沖過不行嗎 建議是不要 要的話就是一定要熱水 或者是隔一段時間再去做 因為那個菜花病毒 是沒有辦法活太久 其他像生命力強的寄生蟲 殷屍 戒蟲和黴菌 都可能存活在馬桶坐墊上 傳染給下一位使用者 儘管臨床病例很少 但醫師也提醒 去公廁或泡溫泉 汽車旅館等 都不要和他人共用毛巾 別人坐過的地方最好也先消毒 可以大大降低感染機會 記者黃條章 體育泰報導 天才萌萌亮 登山隊伍凌晨四點出發 挑戰玉山宮頂 山區濃霧飄著細雨 玉山四度低溫 讓人冷的發抖 越過了兜峭山壁 不只挑戰個人體力 因為這一回還要背著媽祖神尊衝了 再蹲下去 蹲下去 趴 稍微趴 重達十多公斤的媽祖背誓神轎 廟方人員就怕有個閃失 小心翼翼彎著腰穿過頭頂之桿 不只媽祖登玉山 還有兩尊神童跟著宮頂 就算飄雨繼續走 幫神童披上遮雨罩咬牙挺進 北港朝天宮媽祖 睽違十年二度宮頂玉山 過程中有其他山友紛紛勸退 畢竟一般人爬玉山都如此艱辛 更何況還要背著媽祖神教級 兩尊神童 最後帶著媽祖成功攻頂 返回廟門途中 沿途更有高空煙火熱鬧迎接 也寫下新紀錄 接著六明星我來我彭星 雲林報導